第八章图层功能的运用 03单元图层上色 请各位打开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章节 第八章图层功能的运用 我们来看到第三个单元图层上色 这边有三个档案 我们要来做一个练习 首先请各位看到 汽车的这一张档案 那这个汽车档案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来练习 原本是一个白色的车子的状态 那如果我们透过图层的使用 跟模式的切换 你可以有效的去改变 我们整个车子的车壳 会像是一个重新烤漆的状态 那请各位我们来稍微练习看看 首先来到涂层面板的区域 按下这个新增空白涂层的按钮 接着呢我们来到工具箱使用 笔刷的工具 那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来到色票这个地方 我们来使用 那你从这边去挑选 你喜欢的一个颜色 举例来说 比方我挑了这个 简单色的一个色调 那我们来到这个车子上面呢 去涂抹 那因为车子本身外壳的结构 它是锐利的边缘 所以你在涂的之前呢 请你设定一下 你的这个笔刷工具 是在这种锐利的边缘状态 好那我们把笔头稍微适度的放大 我去涂涂看 那这种情况下呢 一涂通常我们都会发觉 它涂出来的范围 是一个完全单色的现象 那我们的涂也被它盖住了 好这样的涂抹呢 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那我们怎么样转换一下模式 让它达到一个 类似烤漆的状态 好我们来到涂层这个地方 将涂层的属性从正常呢 切换成以下的这些项目 好那我们来到这里 色彩正值转换一下 好各位就会发现呢 我们转换过后呢 这个涂层模式 它就会让我们刚刚填的颜色 好像是一个透光的现象 透到这个车子本身的本体 那你如果透过这样的涂抹 那有一个范围限定的一个方式 去做的话 那整台车子就可以重新帮它上色 好那这个练习题 主要是要让各位知道 它这个颜色 遇到了这个模式的使用 好所以呢 各位如果在涂的过程 不好涂的话 好请各位这样做 首先我们先还原 好那我们来到这个面 涂层面板的右边 你会接着有看到色板 以及路径这两项面板 那我们来到路径这里 好这边有刚帮各位呢 准备好了一个车子的这个 烤漆的部分的一个范围的路径 好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 好这个样子 那我们要把它转换成一个 选取的范围 或者是一个 这个毛毛虫在跑的选取区域 那要怎么做呢 好比较快速的方法 请你按住键盘的Ctrl键 来到这个小图的范围呢 用滑鼠左键点击一下 它就会出现这个区域的一个 车壳的范围 好以及轮框 那我们再切换回原来的涂层 好那接着依序 像刚刚的做法 按这个建立新涂层的按钮 好新增了一个空白的涂层 那紧接着呢 你只要用我们的画笔工具 或者是先基本填一个颜色 在编辑的填满 好那你填入你所选的前景色 它整个就会填入了 好填完成以后呢 你再接着来到模式这个地方 选择正常把它改变成色彩增值 好它就会透过去了 好那为了方便让各位观看呢 我们填完一个基本的 全部的色调以后 你可以取消选取 好那我们去套用我们前一个单元 所学会的项目 你可以来到图层这个上方 按下锁定透明像素的一个项目 好让它锁定起来 那接着呢 你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画笔工具 好或其他的图颜色的工具 直接去改变你的车壳 好举例来说 我希望呢 我这个轮框的颜色不是跟蓝色调一起的 而是另外选一个色调 比方说我现在用橘色 好那你涂抹过后呢 它就是橘色了 好那或者是说呢 你在做的过程呢 你也可以利用我们曾经学过的这个填色工具 这个建成工具的部分 好用这样的方式你也可以去填色 那我们可以来到建成的色调这里头 去挑选一个适合用的一个建成 好比方说好 我现在选择这个彩色的建成 那我从这一端拉到另外一端 好这样也会产生另外一种全新的效果 那另外跟各位附带一提的是 这一个色彩增值的这个选项呢 各位模式是可以再更改的 不见得一定是要用这一项 那你可以这样子挑选 选择一个基本的项目以后呢 你如果要快速的去切换它的模式 你可以在挑完的第一次以后 我们再按下键盘的上下键 它是可以快速切换不同的模式 好那你可以从这里面去挑选 每一个模式做出来的效果 好那你觉得适合用的呢 你也可以用这一个模式去做 好那另外呢 额外提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在侧格上面 加入一些元素或者是图案 你也可以借由我们这个 好课程单元以外的 第二个B的部分的图库 从图库里头去挑选一些素材来用 B的图库里头的G的单元素材打开里头 那这边就有非常多都是已经是没有背景的这种PMG档 那首先我们看好比方说这里有图像素材 好这里就有非常多的种类 好这个样子 好那假设说好我今天放了这一个图案进来 直接汇入进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摆放到你要的位置 那你做一个基本的放大缩小 或者是旋转 它就可以直接呢 类似像一个贴纸这样 好砍入到我们的这个车子里头了 好那完成的话呢 请你按打勾 这样就完成这个服贴的效果 那你如果要让它服贴的感觉是跟着光线的一个光泽呢 你甚至可以再把你所汇入进来的这一张图 直接再改变属性 好比方说色彩增值 它就会整个是一个服贴上去的效果了 好那以上这些方法提供给各位去做这个车可外观的练习 那我们的重点呢 主要是在这一个模式的切换上 好透过这样的方式你会了解 我们的图层呢 透过模式的改变 它会产生非常多种的变化 好所以呢图层就在不是既定的一个感觉 只是像一个活跃布 把一个一个不同层次的图案叠在一起而已 好它会产生光线的一种叠合的作用 了就始终选择了 对 Guru 好 优优独播托 2014元